看看男生有没有改好 然后看看妹妹为什么会喜欢上他 也搞清楚原因 好不好 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恩线旁边 来 接下来在靠起告白这门之前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希望几个人来 我希望他俩都来 正好把事情解决一下 如果豪瑞真的是来报复你而来 你会怎么做 我一定要让他离开我 那如果妹妹又不听呢 那我反正我肯定是不同意他俩在一起 如果豪瑞真的是改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能改 那你的就是一杆子就是把豪瑞打死了 他绝对不可能改好 我不相信他能改 如果今天只来了一个 只来了豪瑞 你的妹妹没有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豪瑞 大家好我叫莉莉 来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今天来知道吗 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想让我姐姐接受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可能想都别想 因为这件事呢 他和我的爸妈 也挺不愉快不开心的 所以 我想征求他们接受我们两个 我这关你都同意不了你还想让父母同意你想什么呢 你就因为这样一个男人你好几天不回家 电话你也不接 是不是 他是我前男友你怎么现在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呢 是不是因为你这不删我的脸吗 是不是因为他是你前男友你就这样他不是你前男友你会这样吗 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前男友像他这样的人你就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上学的时候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分的原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人都是有改变的 我不相信他能改变 因为呢他没有遇到对的人 他就有人改变不了 他现在在我心里我比谁都清楚 你清楚什么呀 你现在又不听你跟着他 你现在还跟他拉着你放开他 你能听我解释两句吗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 不就因为你把我俩搞成这样 你想抱不你冲我来呀你 你怎么相信他你就不相信我呢 我是你姐 我从小把你带大 家里父母经常出差 我经常照顾你 你忘了吗